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个年过40的职场大叔 在经历了9次的转职和职压选择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体会跟观察 做一个高敏感大叔 我很喜欢做职压的分享 也认识了很多不同职压新手的咨询经历 无论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职压3-5年的迷惘期 或者是步入中年的家庭与职场的拉扯 我呢都扮演着倾听与分享的角色 意图产生更多的共鸣 让彼此有机会可以往前迈开关键的一步 职压很漫长 期待我的频道可以经营的长长久久 陪伴不同职压阶段的你们 一起成长成我们更喜欢的样子 欢迎来到我的职压A时刻 今天本来都有意思呢 好问的是林亮君 他现在是起完 而且要再参联任 中山大同区 是 亮君你好 赖总好 各位共同好朋友大家好 投票成几天 今天已经来到17天了 没有想到日子过这么快 问候选人 在说那个数字的时候 那个声音都一抖一抖的 很坚定很坚定的 你那区的状况是怎样 是几个算几个 我们这区现在是13个要算半 我们13个里面 每一个都有政党的提名 只有我一个是五党籍 你是怎样五党籍 五党 其实我日空一般年出来参算的时候 是用时代力量出来参算 在那以前的时候 我从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 其实是到民进党 建议院议员的办公室做助理 马上等我的时间 就是在我们中山大同区服务 后来我去新立塔 发入研究所 拿到薪水料 再回到台湾 再继继续投入这个立空一般年的参算 所以说当然时代力量 后来风风雨雨 其实我后来就离开 所以说在2019年我离开到现在 都是为了五党籍的身份 在市议会里面 也在台湾我们建议 其实说来说有党没党 其实就是在议会来说 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 因为在进党协商的时候 这次议长都会让我们 这些没党的议员 可以进去做协商 所以说在议生的身杂 或是说法案的这个提出 其实有党跟没党 没什么差别 但是如果刚才像现在 要选举的时候 那就差很多了 实质上行使议员直选是没差 是 选举的时候点都有差 是 是差在哪里 因为如果说有政党 有几个 第二就是说有主案 有主案 党会给你钱吗 不管是钱 还是说我们说什么联合竞选 还是说 比如说政党有提名 这个修党的核酸领期 党有管期党的核酸领 他可以互相拉抬 还是说 某一个政党里面 有这个较低名 较高的这个政治明星 可以说互相拉抬 但是在武党的情况下 就是真的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 当然适当来博物 还是说 自己在问证上面 所打造出来的品牌 这完全就是要靠 就是靠自己 我就说 我就说 大家都有母鸡 所以我都跟我的 亲民说 请大家做我的母鸡 你每一个都是我的母鸡 大家有母鸡 砍小鸡 有时候砍整首的 这是只有一只小鸡而已 走来走去 不过真的 尤其这到尾了 你都会 造势舞的场面都很大 是 像明星 台北 台中 高雄 各线是背来背去 对 你现在的策略是怎样 我现在就是说 在选举的当中 去强调我这四年来的问证 其实我在议会里面 我是全情的 我的质询率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说 当然有会要去开 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质询 但是我每一次都会把握 这个质询的机会 去针对每一个局处 他所提出的议生 还是说法案 去质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议会里面 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 这当然也有一些质询 先怎么说 就是说 你要长时间在议会 去把关这些预算的审查 然后我们自己也很认真 在提升我们问证的品质 跟法案的品质的时候 你在地坑 当然你本来就会比较少出现 但是我们团队 但是大家就会期待 我希望可以在我们社区里面 看到我们的议员 但是我们在议会里面 也想要把这个问证品质做好 预算审好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职责 所以说这当然有所取舍 但是我会觉得 这四年来 我们在这个议会里面的审查 删除了好几亿的 这个浮烂编列的预算 这对我来说 这也是我的职权 然后也是酸民对外的这个寄托 因为已经是量军已经做一次了 所以我看到全情的咨询率 你不知道人家的前辈 有的人 我头发都没出息 有 我看到很多想说 哇 原来可以这样 那是市政提案 百九行 超过 也有地坑建设 还有法律的咨询 咨询服务 还有丁减的服务 是 这么想超过三千鞭 三千鞭 比方是做一次而已 其实政绩 也是你的母鸡 对 对 用政绩也是我的母鸡 因为在我们这四年来 当然到第三大当区 我们说传统的建设 不管是说 这个停车空间的新增 这些当然就是说 大家觉得跟市民比较贴切的 但是有很多是法案的部分 譬如说在这个 我们在大众运输的转程上面 就是说 政府都希望说 民众不要那样 坐去塞车 还是乞车 但是你要先让 公众运输变得更方便 还是说你有所谓的优惠 大家才有更多的诱因 所以当在这个 机车要去坐 这闻的时候 你的停车会有优惠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代表是停车都要收费 那你当然要有一些诱因 要引导大家说 在某人的地方 驾车到捷运站 然后再转捷运到我们市区里面 所以这当然停车的优惠 当时很认真的争取 则来就是说 年轻人很关心这个住的问题 在我们台北市的 这个社会住宅的住宅 大家之前有看到一个 很震惊的新闻 就是在我的村库 明伦设宅一间要四万块 要住到四万块 要住到四万块 那不如去买啊 对啊 要住投机馆 那很贵 四万块哦 而且是八坪的阳台哦 我想阳台要这么大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真的大家应该做去问建商 而且这就是建户出的钱 所以说那时候 我在那里回来 就一直跟柯市长讲说 社会住宅 它是一个具有福利性质 政府所新建的这个住宅 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 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些社会住宅 然后让青年朋友 他们可以来乘租 在小家庭来乘租 然后同时间因为比较稍微 低一点点的租金 他在这个带小孩的过程当中 他当然可以 要加減少 有能力他就自己再出去外面买房子了 其实我们政府并不是说 要长期让大家都住在这里 而是在这个 少年人在奋斗 在努力的时候 要成家的那一步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住宅的部分 帮大家一点点忙 所以说那时候市长他就很坚持说这个自偿率 他就是说 自偿率是什么 对政府譬如说政府我们花了一百万 要去盖这个房子 假设我现在讲说花一百万去做这个建设 就希望说这一百万的成本 民众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本 但是我就说 这政府不是在贪钱 就是说我们社会住宅是一个福利性质 我举一个大家最简单的例子 也最好理解就是我们的台北捷运 我们台北捷运的本业是年年亏损 是怎么说 因为台北捷运的这个当时在新建的费用 已经在每年度要去更新的这些人 其实是开销费用是非常高 每年都好几亿的 但是在我们的本业 在这个费票的这个收入每年都亏钱 所以台北捷运他赚钱的是什么部分 业外收入 他的公格 他的车厢广告 捷运站的广告 这是他的业外收入 所以较少说台北捷运 要自长率百分之百 要把这些行本转嫁到民众的车上的话 我给大家赚钱 现在我们四五十块的这个捷运价钱 保证翻两倍三倍 都是很有可能的 大家知道说我们在日本 其实如果去搭大众运策 大家就知道 其实台湾真的好幸福 所以你回到社会住宅来看 当时这个大众捷运 它是提供公众服务 而社会住宅 它也某种程度具有这个社会福利的性质 所以说你不能都把这个身份 来算在里面 要叫民众来去付这个租金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再来最后一个是讲到说 其实在里面 它是连房屋税跟地价税都算进去 房屋税跟地价税是地方税 对台北市政府来说就是 左手进右手出 所以都在这个大水库里面 我自己稍微是 我还会为这民众的这个租金来对来去求 这实在是 我就觉得这个观念是十分错误的 所以就这样举这个社会住宅 当然是万户这间是大家最刷这间 对 那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来这不是只想要赚一点 两岁金都没有什么优惠 对啊 都没放弃 所以其实当然就 是一款民意代表 那去提醒主事者说 你这个概念有问题 是 因为社会主题不是要改划 人家这个住不方便 没法住住的问题 是 像两军你自己本身 因为你做四年嘛 那现在又做 因为你是少年人 像现在说18岁公民权 那还是因为少年人注意的议题 对 因为这个中山台独 也算资深的区 比较有历史 你在看到一般的 比较资深的民态 你有看什么不一样的 应该是说 比较自身的计划 关心的问题 大概就是在比较实体建设的部分 就是说 民众看得见有感受 那当然对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有一些是政策问题 第二是 刚才说18岁公民权这件事情 为什么年轻人来关心 公共事务是很重要的 因为第二是说 台湾是一个 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了 尤其到我们中山台独区 我们中山区是率先迈入 这个更高龄的这个区域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区域里面 台湾分的这个 我们说预算分配 会越来越倾向高龄化的 这些建设跟服务 软硬体会分配到这个地方 但是呢 对年轻人来说 那他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他们要去负担 长辈的这些照顾 和他自己年轻在打拼 要乘家 要带孩子 那这些其实在资源分配上面 其实会有一些些不平衡 这个是必然的现象 所以说为什么 我们要让更多的年轻人 进来关心公共事务 其实就是去让这个资源的分配 更加的平衡 你关照长辈的时候 同时间也要去让年轻人的这些 所谓的生活负担 或者是经济负担 我们也要某种程度上面 给大家支持 所以说在我们中山台独区 大家最关心的大概都是托育托儿 就是说公托公优家的问题 那当然推动这个准公共化 其实说我觉得市府还不够积极 变得说很多的人都来跟我讲说 我们在娶小孩的时候 希望说 可以有这个公共的托育设施 可以说我们娶小孩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学位可以更适合 结果我们公共的托育就是比较少 所以说都带去树立的 在树立的里面 每个家庭要给负担的 他好像会负担一个小孩 所以说他就没想到生在你 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想到生 他觉得在台北的教育成本太高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租完的分配就很重要 就说我们是要照顾 但是在那少年人 我们在这个 带小孩的这个保祖 还是说在住宅的这个保祖上面 我们应该要再提醒 这是政府非常重要的功能 对 我刚才亮君提醒的很好 说少年人你要出来挣票 对 挣说你自己想要什么会 是 而且说出来挣票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出来挣的这个民意代表 可以代表你的身份 刚才有说因为 比较自称的议员 他可能关心的议员 还是说他本来的这个经营的酸民 可能就年纪就稍微较大 但是说 这些什么样的民意代表 可以代表少年人的相应 那时候就要更少年的酸民出来投票 但是在台湾来说 应该是说在每个国家都同样 少年人的投票率其实较低 所以说 作家也要向我们公众的各位少年朋友 真的 11月26号一定要出来投票 这个10月的公民团 要记得出来挣票 要改同意哦 马上回来 来 继续我们 林亮君 台北市议员中山台东 四合 不对 第四合又拼四当 第四合又拼四当 因为你是很少年的重镇 看你的经验里面 十九回时就差了 但有的人做走力是做走力啊 那助理结束就是 是 这把行 是 你是怎么一直对这才有注意 因为是说十九回当然 有一些奇妙的缘分 在美前院议员的办公室里面 做三当晚的时间 其实那时候 当然 员姐有问说 亮君你要出来算吗 我说 我这台课都比较 我想说 还没准备好 所以说 后来我就先去台询研究所 研究所的时候 当然就赌到太阳花学院 那时候很多年人 我说 每天从生地 变来台北 这样 每天来回 有多客户 变来变去 好好的课也要过 但是 在太阳花运动 我们年轻人 可以协助 在外面 有这个主持 有这个 年轻人都分一个力 所以说 在那时候 就是说 在体制里面 可以做的事情 跟体制也是不同的 但是 后来当这些社会运动 所讨论的 这个公众的议题 实在上 也是要在 体制里面 在那里欢迎 在那里国会 在那里方的议会 来去撒动 来去改革 所以说 在那里空一般年的时候 那当时 Freddy当然就 想说 要找更多的少年人 说Freddy 真的很感谢 因为 他是真的 我感觉说 提示少年人 很用心 也很没放弃 很坚持 他想说 他脚跪了百通的电话 给我 刚刚 张军 你入门死了吗 你死了 要回来台北 想说 要更多的少年人出来 所以 在这个 他的根治 跟他对台湾的热爱 希望更多的少年人出来 的时候 我就说 好 不然 我最后就决定 回到台北 就说 可以来 为中山台东区 来做服务 所以说 当然 对一个 那当时 四当时 我是二十八岁嘛 一个 刚才 一个年轻人 立刻就投入政治工作 其实 很多很多问题 要去面对 什么问题 以前做走励的时候 你就是 没聊 所以说 你 自己准备 让老闆 可以去发挥 但是 现在 你 走到第一岁的时钟 你就要 自己知道 什么时候 要怎么应对 你要判断 什么时候 可以 什么时候 不能说 还是说 什么时候 我们要怎么回答 比较 完整 所以说 我感觉 这对我来说 也是另外一个 科研 另外就是 这四当来 在议会里面 我就感觉 在驾到鸡头 我每个事情 都要准处到 一百分 但是大家知道 在议事听里面 在政党 每个议员的 这个 立定 都没同 在里面 你不可能 准处到一百分 但是在当初 你要准处一百分 要带 给大家修正 正到大家都没同意 结果 一分都没得到 还是说 跟大家协讯 跟大家协调 我们可以前进二十分 就好了 所以说 在这四当来 我感觉 我合适最多 就是在协讯 跟协调 跟沟通 跟不一样的政党 我感觉 立定位 这个民意代表 来着去做 沟通 我觉得这是我 这四当来 有得到最多 也是感觉 最有嫁妥的 这些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头的想法 都一拍天真 一定要这样 对对对 没不错 顺土不让 对 后来发现 风向 只要能走到 我们要慢慢走 是 与其 破裂 都没 我想这是 一个民族 成熟的开心 像专计的时候 都会去回味 我这四年 才能做一个经历 你说这四年 你做什么 好开心 我做了这个工作 所以有这个改变 就是在我的 中山来东府里面 我就看到 因为我们是老乡区 所以说 很多环境的改变 不管是说 这个街道 里面的这个杂乱 还是说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 有很多时间 在这个上面 大家感觉 这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那改变 是看到对的 你说 像这个电线 布在这个向道里面 都这样乱糟糟 我在以前 都觉得 台北市的这个天空 都看不太对 都像在镀石 上面 都很多电索 这样 我们在 中山台东区 处理到 很多很多电索 包含电线杆 都给它下底 所以说台北市的 至少在温算区 这个天空 更加的完整 更加漂亮 另外就是说 在老乡区 这些向道的经历 我们说 中期以来的这个渐用 我们去处理掉 但是呢 这需要 很多很多的 这个承受压力 因为都 老乡区 大家感觉 东西放在 不敢担 还是说 我就想我的 我的车 可以停在 我的家的头间 所以说 这对我们来说 你很大 但是我们就说 这中期以来 大家就会感觉 开始喜欢上 自己大的地方 这就感觉 要营造 那个林冬港 就会说 大家躲在这个社区 躲在台东区 中山区 躲在台北市 我有说的 我会感觉 在我的家 很舒服 在家里 很温馨 这种感觉 所以说 在中山台东区 我在这家的地方 做家的改变 很多的孙明 就跟我说 一早就跟我说 我就想要把我的车 停在我的厨面 头上 但是我会感觉 这几年以来 你这样经历了 其实 这样很清幽 在你家里 就感觉心情很轻松 所以说 我会感觉 这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但是对大家的生活 增加更多的 这个幸福感 对 去老社区 因为发展都要走 是 真的很多应该 有的公共设施想 是 都没有 是 所以大家一定是 把政府方便方向 是 所以要去做一个转移 其实很多民态 都会说 我做这个很恐怖 万一 我票没处出来 对对 还少 怎么办 被客树 对对对 那像这样做到现在 因为四年还是看得到成绩 是 自己有满足感 那今年 这次要再做 你是什么 感觉最重要 你要做什么 最重要 因为我们中山区和台东区 台东区老社区 但是中山区是一个 商业发展非常欢迎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两区要这样去做平衡 在我们台东区北边 和中山区北边 才会这个花博园区 大家知道 过去就是 因为侯隆斌时代 要做花博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大型的 这个大家办活动的地方 但是其实那当时 它是已经变成它的使用的目的 要做会展专用区 会展专用区大家可能会听不懂 但是我要说 以世贸为例 其实它就是世界贸易中心 到台北市来说 我们有这个信义区的世贸中心 南港区的世贸中心 但是在我们的西边 我们的西边 北边 其实没有了 所以说区域的平衡就很重要 所以说我一年纯 我在那2019年的时候 就要求说 这个地方 我们本来的花博家的建筑部 其实都是临时性建筑部 其实都是 我们说是政府认可的维建 所以说第一 这应该要处理 第二 这些这个经贸的整个委 应该要定做 就是说 他本来就要做会展中心的使用 就要来定做 所以说 现在就要 现在市政府就已经在策略了 开始做规划 就是说 这样未来就会成为 台北市第三座的会展中心 会展的经济 他可以为这个 中生台东府 传来什么改变的 就是说 第一 工作机会增加 第二 就是说 引进更多国类型的这个企业 还是国类型的这个 也不是说 民间团体也好 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来去办展览 还是说 在这个国类跟台湾的这个交流 所以他可以把中生和台东区 走向国际 所以我刚刚很重要 我们台东区 很多的文化 大家住到店 台东邦 不安静 这都是大家很尴尬的地方 但是 可以再结合 这个第三座世贸中心 我刚才说 我们区域的平衡 就会有新的面貌 这现代和传统的结合 就是想念 还有一个机会 我觉得 这是后疫情时代 还有一个商机 还有一个 没有受到国类型的元素 来这个老乡区 而且这个花博 这边刚才好 有点是台东 中山的 会一个交界 是 还有边缘的所在 是 好 我们希望 你这次的政见 可以让你大大发挥 没错 首先就是要当选 是 分工 来再说一次 四合 中山来东区 四合 又拨四当 林亮君 四合 又拨四当 好 得下亮君 接受欢迎 谢谢 各个无艺术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各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 我们下期待